自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自家车想取消15年报废生死线 改为60万通级引导报废 中央台记者舒冰冰、杭桑北、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引导报废和连续三个检验周期 是新规中出现的新概念 对于高远运车辆行驶60万公里后将采取引导报废 也就是倡导主动报废 但只要车辆满足检验标准依然可以行驶 而连续三个检验周期如何界定 安徽省福阳市车管所所长陆正龙解释 我们的车辆车六年准备是两年车 整六年到十五年 省一年车过了十五年是半年轻车 前两个车辆五年准备是一年轻 三个周期不省 就在训练之后给你住手 警方提醒车主 逾期没有验车的要抓紧时间验车 否则除车辆将被强制倒废外 车主还将被罚款 车需行业 有罚款在五年去啥事 新规定让自家车使用售领几乎三人一班 然而对于二手车经销商来说 客人对高龄车市场并不看好 顺着产业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еще